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李宇飞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传统村落 诺邓村位于云南西部 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白祖古村落 诺邓因盐业而兴 长期以主盐为生 曾经一度是滇西地区的经济重镇 解放后 海盐的大量开发 让诺邓失去了盐这个经济支柱 从此尘封于世 渐渐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那么如今这个滇西小镇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跟随镜头去那里看一看 我念我河河河河大楼 一条小河穿下流 现在你看着的这个叫做北山民居了嘛 村子古代呢就是一个山坡 它根本没有什么块平地 落凳呢 从两千多年前到现在 就是靠着下面山脚下的这个岩井 没有岩井就没有落凳从安 落凳所在的云龙县 古称彼苏 位于大理最西面 公元前109年 汉武帝致邑州郡 在以落凳为中心的彼江流域 设彼苏县 彼苏是白祖古博雨 以为有盐的地方 公元1383年 明政府在诺邓设武井严克提举司 负责征收诺邓井和周边的山 师大顺当武井严税 严业繁盛 诺邓也开始改头换面 到明城化至嘉庆年间 诺邓人口一度增至400多户 近3000人 从明代的建筑规划上来讲 它可以分成三个组成部分 最下面这个是盐井 是经济基础 然后现在我们看着北深明居下面 大大的树 那棵大青树下面 有一个严克提举是衙门 可以说那里就是行政中心了 最上面你们看绿的那些大树 大树林下面 那个就是玉皇国道教建筑权 那里就是文化中心 走进诺邓村 最先遇见的就是这口千年盐井 为了保护它 如今已经盖起了井房 云贵素有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尺平 人无三分银的礼遇 但在当时的诺邓 人无三分银 这样的话是不成立的 司马光资质通鉴里说 天下之福严厉居办 汉唐之源 靠着这口天赐的盐井 诺邓一跃成为 滇西商贸重镇 到了明代 这里可年产优质食盐百万斤 每年可向朝廷上缴盐税 三万八千多两银子 盐通银 卢水溢柱 可谓白银滚滚 它真正的井是在地下 二十一米深的下面的 树的打了两个子井 这边叫做卢水井 这边叫荡水井 荡水井是有六架梯子 每天就要有六个工人 把这些荡水抽出去 只留下了卢水 然后把卢水取出来 才能够煮盐 然而由于年久失修 这口深二十一米 地下涌道长上千米的盐井 已经全部被卢水淹没 因盐得利 曾经造就了诺邓的繁荣 而随着现代技术的提高 盐早已经不在西圈 当年善管造户 家家煮盐的盛景 早已移去不返 如今村里只剩下三五户人家 还在从井里抽取卢水 累造煮盐 杨斌全家的老宅 已经三百多年了 煮盐的灶台 就累在老宅的门外 每天早上六点 杨斌全就要生火煮盐 随着水温上升 杂质慢慢浮上水面 出盐之前 锅边离不了人 所以熬盐也熬人 你要从烧火到尖筋抽烟 至五个小时以后 完全煮干掉 倒成水面是十四个小时不停 所以每天你要天天熬 每天十四个小时 人就复不了 所以是你就熬五六天 你又休息两三天 又熬五六天 一口大锅 四百斤卤水 多的时候能出六十斤 今天盐水淡 只能出五十来斤 一个月熬上二十来天 能出上一千斤好盐 六元一斤 一月能煮出六千块钱的盐来 除去柴火的成本 还能剩下四千元 诺邓除了盐 另一个特产就是火腿 二零一二年 第一季舌尖上的中国钟 播出了诺邓火腿之后 让诺邓火腿着实火了一把 销量大增 很多游客就是冲着火腿而来 这里的话可能更多是 吃的东西会吸引人一点 它可能以诺邓火腿 反比较出名 老天对他们特别眷顾 而且恩赐给他们的什么东西呢 一个就是古炎井 一个就是古炎井制作的火腿 这口井里面的盐 它含的是甲 它有甲的成分 这口井里面的盐 研制出来的火腿 才叫诺邓火腿 不是这口井里面的盐 研制的 都不叫诺邓火腿 诺邓火腿出名之后 杨斌全也开始制作火腿 自家熬的盐让它对自己做出来的火腿 有信心 而诺邓火腿之所以好吃 正是因为诺邓盐和当地湿润的气候 50斤的火腿 腌上一年之后 只剩30来斤 此时肉的表面已经充分发酵 内部骨头也已经酥脆 一刀切开 红柏相间 香味扑鼻 你坐火腿 反正你要垫两年的资金 等于说18年的火腿 现在还没开始卖 对不对 19年还没开始 所以现在我 还就是靠这个 煮盐 卖盐 来基本维持生活 顺阳兵泉的家北上 整个村子里 明清古院林立 层层叠叠 前后人家 楼院重建 台梯相连 白祖民居的三方一兆壁 四合五天井 五滴水 一棵印 等建筑形态 都能在这里寻建 这里掉的是牡丹花 牡丹花是富贵花 它都跟主人的兴趣有关 这是个典型的五滴水院落 建于清嘉庆年间 殷山旧式 天井四面防岩层岭 若是下雨 雨水从上至下 要流过五层颜面 五滴水 由此得名 人在院中行 既能得雨去 又能免于淋漓 沿着河东向北 会经过已经改为村委会的道长家 这几天是村里长达半月之久的中元节 村里的老艺人们会聚在一起 演奏传统的动静乐 迎耸亲人 从道长家向西而上 就是诺邓最中心的位置 武警连客提举司 衙门旧旨 再往高处走 就是当年北上藏区的岩马古道 这些岩石铺就的道路 早已经被千年的时光 磨砺得光滑圆润 不时还能偶遇一处 无数马蹄 滴水 穿石的踏痕 空谷之中 仿佛仍旧回荡着叮铃作响的马铃声 现在我们就走在一千多年前 马铃声声 川流不息的 远远的古道上 这条路 一直往北边 到丽江 到乡格里了 然后到昌多西藏 又把诺邓的夹岩味给马吃一点 那个马就不容易跌倒 走上一刻钟 就可以见到灵星门了 这是滇西地区现存最大 也是最古老的木牌坊 始建与清初 高约十米 四柱三营 飞檐斗拱 牌坊正书腾交 背邪启奉 门椅上 诺邓人的精神依托 和对未来的期许 都供奉在这里 所以从文庙 武庙到佛寺 道观 一个比一个 修得辉弘精致 美轮美奂 尤其是三层阁楼式的玉皇阁 不论是内部建筑结构 还是文化工艺水准 都可堪称 滇西地区的古建筑奇迹 这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建筑 整个中国能够保持明朝的 道观里面能够保留 四百多年将近五百年不变的 就是这一栋了 五百多年多少次地震 它根本没有移动 从殿堂中央 桥寿上望二三两层 大殿顶层为凿景结构 二十八新锈图凿景彩绘 不仅艺术高超 颜料质量 历数百年 依旧色彩如新 堪称诺登一绝 诺登的魅力 在于它是一座活着的古村 村民居于古院之中 延续着传统的生活 射击而上 一路避衣苍台 偶遇村民或肩腹碑楼 或牵马而行 狭长的石头路上 上山下山 驼米送柴 运送住宿游客的行李 都得靠罗马 叮当声响 人就知道 稍微侧身 或站一宽阔处 让它先行 今年五十岁的杨立光 七年前打工回来之后 就一直在村里跑马帮 不论是拉游客的行李 还是给村里的客栈拉货 跑一趟都是二十元 最忙的时候 是刚开始的2012年那两年 一天要跑二十趟 四十多公里 这些年游客少了 但是村里修房子的人多了 所以算下来 它每个月的收入 也没有太大影响 第一天也就收入一百多 有些偶尔两百 正常收入就两三千 一个月是吧 一个月 但我们感觉知足了嘛 赶马帮固定的开销是饲料 罗马吃的不多 又吃苦耐劳 所以杨立光觉得 这笔买卖特别划算 八多钱买的多少 花了八九千 买了差不多十年了 现在买了一万两万 这个罗子几岁了 这个罗子十岁差不多 能活多久啊 能活二十二十岁 还能干十年 每天喂料得喂多少钱 十月差不多 十块钱 这不行 自己家里还有地 能种玉米 一年能收个五六千元 跑马帮 一年能挣上小两万 杨立光很知足 都是不错的 但是像我搞罗子 我就挣一两万两三万 有些不搞罗子的 就一万多 几千元都多呢 诺邓在沉寂多年之后 2012年 央视纪录片 舌尖上的中国的播出 让诺邓名声大噪 游客分支踏来 每天游客就多达上千人 而如今的诺邓 游客锐减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黄粮玉家 已经是传了五代的中医世家 这座皇家祖上的老宅院 也已经传了三百多年 和村里大多数老宅院一样 2013年前后 将院子开作了客栈 既是中医世家 自然也能拿出不同的特色 招待客人 父亲从山里采回野生的金饮花 薄荷 生麻 等十来味中药菜 根据爷爷的配方 进行冲泡 一壶凉茶 让不少游客怒鸣而来 野生的这个凉茶喝起来就很清香 它有股荡荡的回甜 就是开客栈嘛 就住店的客人可以免费喝嘛 然后爷爷他是老中医 然后住店的客人也可以免费拔卖 但是因为爷爷他年纪大了 所以他一天也大概只能把三个客人左右 黄粮玉大学也是学医的 在昆明工作两年后 实在不忍父母再为他和妹妹操劳 也得益于诺邓旅游的发展 他2015年开始 回家帮忙经营这家客栈 彼时 村里的客栈也就十来家 得益于大家通过火腿认识了诺邓 生意一直不错 我回来的那一年的第一个窗截 我们这边是爆满的 房间就是 你根本就找不到住的地方 两条板凳 然后几块板子铺起来的床 一百块钱一个往上 都是爆满的 都订不到 平时的话入住率也挺高的 入住率大概70%左右 2016年之后 县里通往诺邓的公路修通了 村里的客栈一度激增到四十多家 黄粮玉明显觉得生意越来越清淡 一方面 游客增长的速度 远远赶不上客栈增加速度 另一方面 公路通了 交通方便了 反而留不住客人了 我来这边参观一下 然后又回县城住了 如果来参观的话 可能有四五百个吧 但是住下来的可能只有四五十个吧 现在我的入住率只有10% 一个月我只卖了四个吧 我连阿姨的工资都付不起 面对开得越来越多的客栈 杨夕云很担心 也很痛心 甚至不少村民为了开客栈 在已经是需要保护的古村内 不遵循古建修复的原则 将自家的老院子大肆改造 或者干脆新建起新的院子 这让村里的原汁原味的院子 越来越少 整个村子里面类似的这种小院 现在大概20年前还有110多个 现在剩下90多个了 也就是已经不断地消失 黄良玉很焦虑 她觉得客栈越多 客人就越挑剔 村里很多新建的客栈 都已经配备了独立卫生间 现在很多客人来 疑问没有独立卫生间 转身就走 所以我就想做一个 就是像比较好的那种酒店 就是可能只做四个房间 然后把它全部做好 但是我妈妈又觉得 还是要保持原生态的东西 古村出名了 村民们想开客栈或者卖东西 以此多一份收入 这无可厚非 但是对于村民来说 这些几百年的古院楼 要修旧如旧 也并非一时 资金就是最大难题 按照我们的这个 原来修文物的这个来修呢 每个建筑大概要按照原样恢复 是100万多元 一个建筑 云龙县年人均收入 为28000余元 这样的支出 对于普通村民来说 是不可想象的 而新建一个砖混结构的院子 和修复一个传统古院楼之间 至少有着四倍的价差 而诺邓从2000年开始文物保护以来 刚刚完成了九个古院楼的修复 比如说我们搞了这一次 搞了这个放 明具修训这个放本这一户 搞100万 那么我们这个总的有190多个院楼 要全部下来 那么就加两个亿 王娘玉也经常很纠结 190多个院子的修复 她不知道自己要等到什么时候 所以客栈每年的收入 几乎都已经全部投入院楼的维护当中 而自家300多年的老宅院 如果要独立卫生间 就得大改 我不敢轻易动 那一动就没有了 你比如说你请 你想要破坏很简单 你请个施工队 两天马上可以给你做完 但是如果你想把它改 就变回来是不可能的 永远都不可能了 和黄良玉有着相同感受的 还有在山下摆摊的村民 因为生意越来越少 即便正是暑假旺季 也有一半的摊位 并没有正常营业 那个时候刚刚开发出来 我卖盐也要卖四五百 那个时候 现在没有这么多 现在你卖一两百块都 觉得差不多了 摊子多 客栈多 但游客少 留宿也少 前几个月没放假的时候 一天村里也就来一二十个客人 四十多家客栈 一家都分不到一个客人 不少原来在这里投资 开客栈的外地客商 都撤资走人了 清旅那个也关门了 那个也不再做了 那个卡夫那个也已经转让了 转让的也有了 好几家了 你们的生意还可以 做盐 做火腿也还可以 过基本生活是没问题 但是要赚钱是赚不到的 实际上 大多数前来观光旅行的游客 还是非常认可 诺邓的文化和建筑 以及安静的乡村生活 都是能够触摸到历史 能够让孩子们去见证这些东西 能够让孩子们 亲身实地地去体验这些东西 就感觉你可以去寻找一些 用热油看不到的东西 可以用心里去感受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诺邓的游客越来越少呢 和黄良玉一起 从外面回村的丈夫张健 告诉记者 很多别的古镇 都有消费一条龙 除了吃住 还会有各种文化旅游项目 但是诺邓除了吃和住 就只能发呆 他觉得 最起码山下的盐景 就应该利用起来 做成游客的体验项目 让游客也来亲自体验一下 我来做盐巴的那种诺区 通过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 来真正地了解 当年的古代的景盐 来那个盐文化 这个也是吸引游客的一个渠道之一 不然的话游客来 他就是出了住 出了吃 他在诺邓上不知道干啥 也不是每个游客都希望了发呆的 不少游客也提出 旅游配套设施不完善 可能是自己难以再来诺邓的主要原因 一种入宿的感受 服务的感受 你光耗 光耗 比方说我的态度很诚恳 很勤劳 但是要想跟外面接轨的话 还是要引进一系列的管理 一个是太高了 这个山确实不好走 它可以增加一些什么滑杆 我觉得让大家坐一坐 然后比如说有孩子的这种就比较方便 在这方面就是再扩展一下 可能会更细勇 记者也发现 整个诺邓村的旅游发展 缺乏行之有效的统筹规划 各家村民 不论是客栈 还是本地特色的开发 往往是各行其事 甚至整个村里 每年每天 到底有多少游客前来观光 也没有人数统计 只是按照全线旅游人数的十分之一 进行简单的核算 云龙县旅游规划负责人 也告诉记者 实际上十几年来 云龙县已经针对诺邓前前后后 做过三次规划 但云龙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 年财政收入仅2.4亿元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金量 规划根本无法实施 我们整个村子 如果说要完整的保护和修善 实际上我们是需要 多大的一个资金量 这个呢 我们测算过吗 我这个不好测算 有一个规划 大级十个亿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院长杨大宇觉得 云南省旅游资源众多 诺邓想要脱颖而出 就应该保留自己古院落的特点 在保护的基础上探讨发展 目前来看 诺邓最大的制约仍然是外部交通问题 外部的交通还是很大的一个局限 毕竟是一个端点 不是在那个旅游的一个主要的邮线上 我一股路通了 那么这个村一下就合起来了 云南省里正在做滇西大环线的旅游规划 诺邓将是一个重要节点 到时候高速公路接通了 从大理到诺邓只需一个小时 从长远看 一旦大的交通改变了 诺邓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眼下当务之急 是如何找到一个具有前瞻性 科学性的总体规划 诺邓古村因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纪录片 而声明远播 大众传媒一度给这座偏僻的小山村 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但是风来了 诺邓却没有真正飞起来 这其中有基础设施落后 资金短缺的原因 但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思想认识的问题 有了金饭碗还需要金点子 否则即便路通了 钱来了恐怕也是事与愿违 传统村落的保护 首先要厘清发展和保护之间的关系 还需要科学的规划 完善的顶层设计 只有这样千年诺邓 这个金饭碗 才能成为传统村落保护的金字招牌 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